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彩 最近中国女排正在紧张的集训 为了备战第三周韩国战士林赛的比赛 在之前中国女排在香港战取得了两胜两负的成绩 这个表现没有得到球迷的满意 在赛后也引起了很多的一些质疑和批评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接下来的一个压力还是蛮大 我们必须得在第三周的比赛当中用好的成绩来回馈球迷 来让我们球迷深信 我们中国女排还是非常争气的一些球队 当然在我们备战期间 还有另外两个球员的一些行众一直备受关注 那就是朱婷和姚迪这两个核心球员 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归呢 将视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也将决定中国女排接下来的真诚 是否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而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了 在中国女排结束了香港战的真诚 正在香港出席活动的同时 香港媒体在深夜也传了一个重大的喜讯 目前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他们在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总结了中国女排这次香港战的真诚 并且题目当中是具体提到朱婷和姚迪 呼吁他们两个能够赶紧回归 来补齐中国女排的短板 争取在后续的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香港媒体 无疑是在深夜报喜 在这一次公开发文来号召呼吁 我们两大核心球员能够回归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方面为朱婷和姚迪回归中国女排 创造了很好的一个舆论条件 另外一方面我们教练组 相信后续也会加快 征照这两个球员的步伐 让他们回归中国女排 持缘争夺好的成绩 而且就在最近大家也注意到 不管是朱婷还是姚迪 都已经是低调回国了 姚迪接受采访的时候 一直喊话中国女排 希望自己能够继续为国征战 拿到好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 朱婷虽然说暂时没有公开发声 但是她也已经回到国内 参加了这个高校的交流活动 那么想必后续 她也非常期待回归中国女排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对于蔡斌来说 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接下来的话 她只要能够充分了解 这两个球员的状态没有问题 就可以抓紧时间 征兆他们归来 来加入中国女排 那么其实说实话 这次四联赛 可能这两个球员 暂时没有办法回归 但是后续还有亚运会 包括奥运会 每一场比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觉得对于蔡斌来说 完全可以为后续两场比赛 做好准备 如果到时候这两场大赛 中国女排这两个核心 都可以回归 我们有信心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有信心站上领脚胎 虽然说想要拿到冠军 依旧非常的有难度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 看到中国女排 回到当年巅峰的样子 打出精彩的表现 那么最近中国女排的表现的话 可能会让有一些球迷 上失信心 但是就像新华社所说的 我们中国女排正在负重前行 我们在缺乏这些阻力的情况下 走的不是特别的一个顺利 会比较艰难 所以我们作为球迷 更应该支持中国女排 陪着他们走下去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